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民进党常常在喊的 但是最后不是从他们嘴巴喊出来 能够让他成案去提案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一开始听到说 那要降低公投的门槛八 因为门槛太高了 也有人至于说门槛这么样的高 到底国民党你的公投是真心还是假意 降低门槛的一个可能性不高的话 那怎么办呢 简单多数原则也没办法达到一定的一个效益 接下来第二步我们来看到 现在正在进行的叫做地方包围中央这样的一个策略 地方包围中央策略对民进党而言 现在发动的是我们讲的在河四直径50公里内的 所谓的逃命圈里头的范围 里头包括了北北基宜陶竹 有六个县市里头一共七个地方议会 在这里要进行什么呢 河四庭建的一个联署 有地方议会来进行做联署 那么新北市议会昨天联署已经提案通过了 但到这很多人会问到说 那这个联署提案到底有什么意义 提案成功又有怎么样呢 过关又怎么样 它具有实际的效力吗 当然没有 那接下来是用地方包围中央 意思是说看到我们民意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还要做的是 要下乡来开奖 还要号召十万的兼兵呢 接下来更加的理解河四的问题 要怎么样来处理 那我们看到这是民进党的一个模式 地方包围中央 我们刚才王委员 昨天新北市议正式这个提案过关了 但是我们说他根本就没有 实际上的法令的一个效益 七县市七个县地方议会坐下来 你们觉得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还是其实也是好啊好啊 让大家知道 事情其实我们还是有在做 但是实际上也很难能够达证 民意机关所做成的决议 包括立法院 包括国外的国会 包括地方议会有两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是它有法律上的效益 就是说预算审查啦 或是法案的通过 第二个效益是民意代表的 就是代表这个民意的展现 这个民意的展现 我相信新北市议会 这个是民意的展现 要不然大家可以看到 所谓北北基也好 包括桃园 宜兰都是台湾民意党的议员都是少数 议长都是国民党的或者是五党级的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从政党来考量的话 是根本就没有通过的可能 那为什么会通过 因为基本上刚刚讲说逃命圈 那边主流民意大家的确是有这个疑虑 所以历次的民调做下来 也大多数是反对核四 或是现有的核能的发电 甚至反质疑台电的营运的 这个对核能的安全的保障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太多次的核安演习 好像觉得虚应故事一样 所以这部分的民意是有相当的程度展现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新北市议会 只是通过这个议案 只是展现民意而已 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造成 怎么样法律上的效益 好 展现民意让执政港更加清楚 现在民意的发展的方向究竟是如何 所以说我不知道纪委员 你们看到地方包围中央 对面来讲会是压力吗 展现民意而已吗 实际上没人做什么 还是要尊重 就跟之前所有表态的 不管是地方人士或是艺人 或是政企业界人士一样 有赞成有反对 都是表示尊重 那我想其实这个没有什么 之前像阿品总统 不是有很多地方议会 包括国民党执政的地方议会 包括台中市议会都通过 希望赶快让阿品出来 但是总统还是依法行事 也不能说你说的是议会 现议会通过了 那我们就遵照你议会的决议 再说这个议题 我有问中全会的主委 张主委 他也很明确跟我讲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 全国性的公投了 全国性的公投 当然这个如果要办理的话 那你地方这个公投 在审查上恐怕就有问题了 所以刚刚韋哲先生所讲 我非常认同 就是说可能某种形式民意的表达 尤其是新北市或是台北市的话 那刚好就距离核四很近嘛 那为了回应地方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跟尊重 但是毕竟这个核四能源政策 是涉及到全国的问题 还是以为全国的民众 大家共同来决定是最允当 而且合法合理 好 到底我们的国家能源政策 有没有说清楚讲明白呢 欧老师我们刚刚看到说 这个是在逃命圈里头 大家应该感同身受 而且在新北市 有三座的核电厂 新北市的议员们 他必须反映是人民的一个新生 所以这里出现能够过关的可能性 相对本来就是高的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继续进行 我们当然再来等待最后的一个结果 但重点是刚刚讲的能源政策了 国家有什么样的能源政策 我不知道您觉得 国家能源政策 现在能够说服大家 到底核能是应该继续存在的吗 还是废掉就好了 能源政策我们的方向 未来发展在哪里 您是财经科大里面的老师 有听到吗 可以说服你吗 地方反应 你的学生们有没有问过呢 好 我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层次问题是 现在台湾的情况 有点像1950年 整个秩序在重整的阶段 这么早就倒退回去了 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台电 以及所引发的能源的问题 终于有一个深思的机会 而且开始逐步的深化 加上它有网机网路的宣传 等等 还有很少有公共议题 如此延烧这么久 而且有个电视台长期的在做它 这是非常难得的第一点 但是这个秩序的重整 当然就不会那么快 也不会那么简单 也不会尽如人意 它其实一定会演化的过程 这第一点 第二大家直接想知道结果 刚才韦泽说的 到底有没有9000人投票 另外一个就说 那是不是会变多数人 结果虽然没有过关 但是结果多数人怎么办 我其实直接回答问题 第一 民进党会用特级动员 它的特级动员它可以动员到多少人 550万人 第二 其他的投票人口在中间选民这边呢 会有250万人 在绿 蓝军这边呢 大概有700万人 这250万加这个700万人里面 只要有350万人出来投 它就会是900万 所以我的研判 我先不说赞成还反对 达到900万反对去拒 对对对对 反对去建合式的人 可能会存在 因为那550万被动员出来 当然都是改 就是和绿军这个长期以来的 能源这次是一样的 对赞成停建 就是大概基本上没问题 那其他的部分你说 因为主要会出来投票的人 就当然他对这件事情 已经产生了某种激进的心情 或者说他已经又产生了信仰 所以他出来投票率就比较高 而不是那些默不关心 或者他觉得说 怎么样都可以 还是说那我就以中央的政策 这个是蓝军已经都知道的情况 所以稳了研判 超过900万 他认为说应该停建合式的 这个几率可能是很高了 好 所以我老师这边认为 可能性 要成案的可能性相对是高的 但刚才湘龙您告诉大家 到底大家怎么来判断核四 该不该存在 提出了四个问题 大家回去可以信心的 静下心来想一想 再做最后 你要不要来投票 要投什么票的依据 十万兼兵下乡开奖 要发招十万兼兵出来 那么现在地方包围中央 你觉得这是民进党 高明策略还是说 反正也不得不玩不出别的把戏 我想这个是 这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动作 但是在民进党来讲 我觉得无可厚非 我想就是说 在关于核能的论述上面 在能源政策的论述上面来讲 长时间因为一个能源的论述 它必须要跟另外两个政策 要能够相辅相成 一个就是你的 你的经济发展政策 你的产业政策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环保政策 能源环保跟产业 这三者之间是没有办法切割开来看的 它必须要整体一套的去论述 而有能力做这个论述的 在台面上面的两个政党里面 虽然都有缺陷 但是国民党在这方面比民进党要优越很多 但是民进党长时间以来 因为它有一个非核的论述 在一个要非核式的议题上面 要民进党装着没有听到 然后很沉默躲在后面 那个是没有道理的 它站上第一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个是它的政党 是它的党刚 是它的核心信仰的部分 那当前这些呢 不管是说 它要去加强这个论述 提醒大家就是说 民进党其实一直是台湾反核的 极先锋这点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目前的这些呢 所有的十万兼兵啦 下乡等等动作 它基本上跟2014的选举的动员 跟整个的操兵的动作是一致的 换句话说 我不能说这个 这个就是一种纯粹政治动机 但是一渐二高 就在这个时候 其实呢 先做一些先期的操兵 那未来不管是公投吹票 乃至于选举的时候的吹票绑装 它其实都有相同的效果 民进党应该站上第一线 民进党应该再一次的 把自己的非核家园的立场 做一个非常清楚的陈述 接下去进一步在辩论的时候 听听看民进党如何在非核的情况之下 持续的行速它的产业的政策 跟它的环保政策 如何达成一致性 这是每一个政党都要做的 好 这才是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 我刚刚讲到了 相关政策的一个论述的能力 看你到底端出什么菜来 这才能让人民来幸福 其实在相同的分析当中 也告诉大家 其实核四公投就是一个高度 政治性的一个议题 虽然说是环权于民 让大家直接投票来决定 但其实好像也要跟明年 2014年底的选举来挂画 来分割 但现在显然不是 大家头脑想的 全都是明年的选举 能不能赢 政治算计里头 还是高于其他所有人的一个利益 这时候你要怎么来投这个票 那重点是我们今天要做分析之后 来看到国民党跟民进党策略之后 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 好 那接下来核公投核实 你真的能够去投票 现在国民党里头 有没有出现自乱阵脚的情形 说法不一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看 那么公投到底要接下来怎么样来进行 现在对国民党而言 为什么一个头两个大 我们来看看党团有党团的讲法 但是我们江一华院长的讲法 其实跟党团讲法 我们今天做了比对 有些许的一个落差 在这中选会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我们第一带大家来看 这党团是讲说 6月之前公投案子就要正式的提出 然后希望在9月到12月之前 来完成公投的一个正式的投票 好 这样子做 好像蛮单纯的 接下来就这么走了吗 有这么样迅速吗 不晓得 但是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江一华院长讲论述的 论述的一个时程表 我们一定要为大家摘出来呢 第一个他讲4月份 马上就要到了 国内外的最核心的 国内外专家要来进行的是 最核心的一个安检的一个问题 要来开始进行 4月份一路进行到大概10月 所以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呢 国内外专家做国核实的安检之外 接下来要请的是 原人会还有国外的核安机构 继续进行一个复检 这个大概会到什么时候呢 10月到明年初之间 那么到底核实的这个安检结果 核实会正式出现给大家 让大家来看 于是呢 明年初才能够得到最后的结果的话 那么核实来进行公投 我们的时间点画在是 明年初之后 到明年底12月 进行整个七合一的选举 结果整个核实公投 是到明年之后才会来做吗 这个会拖到那个时候吗 拖到那个时候到底是对谁有利 还是到七合一选举也无妨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资讯呢 在这里我们就带大家看到 这场公投要花多少钱 那么中选会是怎么看待 这场的一个公投 这场公投最特别的是呢 一定会增加所谓的 不在籍投票 让大家真的有直接 明权能够展现的一个机会 不在籍投票现在要做了 我们告诉你 中选会告诉大家 核定的费用至少 核实公投要7.8亿元 加上不在籍投票的8000万元 所以要花个8.6亿元 办这场的一个公投 那么重点是在哪里 因为主要是不在籍投票 要做一些时间的选择 但重点算是说 要确定核安之后再来进行 要确定核安之后 再来送公投才对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 这是我们现在整个 在中选会这边认为 要有核安再送公投 为什么特别这样强调 因为如果没有核安 你送公投 这个中选会认为会浪费钱 我再补充非常简短的 国民党的秘书长 郑永泉秘书长还提到 他6月到8月之间 要完成核安检查 然后到年底以前完成公投 这个部分我们都觉得 有点奇怪 因为核安检查 我们不能够限定 他一定要什么时候完成 就如同交通部 对于武阳高教道 他有说他现在不敢讲 什么时候完工一样 那至于先有核安 再送公投 这个部分是江院长 他也有做这样的提示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这部分应该是确定的 如果是这样走下去的话 核安的结果核实出来 核实出来之后才能送公投 那公投案是不是到 明年以后才会来进行 如果拖到了明年之后 再进行对两大政党来讲 这倒是好还是不好呢 好 休息片刻 我们待会回来 再来继续讨论